在仲裁前 中国已经声明 临时仲裁庭无权对南海仲裁案进行仲裁 中国之前就表明不会参与这个单方面仲裁 因此结果出来后 我认为中国完全有理由表示不承认 英国阿波丁大学国际工法教授托尼塔蒂 此前曾经联同多位国际法学专家及律师 向南海临时仲裁庭提交意见书 质疑临时仲裁庭对南海问题的管辖权 他提出 临时仲裁庭对历史性权利做出的所谓裁决令人匪夷所思 这些岛屿在历史上被中国渔民用于经济用途 大约200年前 英国就已经有相关的记录 不仅仅是英国 美国也有 他们的水温记录也都认同 中国的渔民利用这些岛屿在南海从事渔业活动 因此我认为 南海临时仲裁庭做出的相关裁决是令人震惊的 国际法研究院主席 国际法委员会前主席拉奥佩玛拉周院委 从实际考量出发 菲律宾最终将不得不重返谈判桌 以和平共赢的方式解决争断 本带消息